1949年解放前夕 蒋介石知道自己蹦的不了几天了 直接带着国民党的高层们一路逃到了台湾 在他们离开大陆之前 还想着给我军留下一些麻烦 九泉解放之前 国民党就悄悄留下了40名女特务 想着有机会在我军后方搞破坏 可惜他们遇到的对手都是革命猛将王振将军 敌人的计划还没有实施 这群特务就被王振一锅给端了 全国解放之前 王振将军主动请英带兵进军新疆 新疆那可是解放战场里面出了名的硬骨头 新疆地区民风彪悍 革命基础是比较薄弱的 再加上地势条件恶劣 对于行军打仗是非常之不利 但是王振将军就专门挑难打的仗来打 九月份王振将军率领部队解放青海 之后马不停蹄的一路北上 翻过了中年积雪的齐连山 解放了九泉 之后呢 更是一鼓作气和平解放了新疆 可以说是西北战场就是王振一手打下来的 八月底王振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来到了九泉城外 当时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加起来不到一万人 就算是杂七杂八的部队都给算上 也扛不住解放军的一轮攻击 当时国民党第91军的军长黄祖勋 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啊 是非常顽固的主战派 当时九泉城内呢 已经有不少的国民党的将领准备起义 响应王振将军了 别看这个黄祖勋 他挂着这么一个军长的名头 其实他手下能够打仗的根本就没有多少了 早在河西走廊的时候 就被王振将军消灭的差不多了 眼看这大势一去 黄祖勋呢也准备跑路了 谁知道在机场 他被当时的国民党的参谋长刘润 给摆了一道 作为参谋长 刘润利用手中的职权 可以说是捞了不少的钱 带着重金出逃的他 就想找一个替罪羊 把这九拳战败的这口黑锅给背起来 当时呢 跟在他身边的黄祖勋 就是最佳的人选啊 本来的黄祖勋是铁了心 要跟着刘润一块走的 刘润骗了他 让他回去把自己藏的那个金条给找出来 说是直接送给黄祖勋 见前眼开的黄祖勋 立马就回城了 谁知道他还没有离开机场呢 刘润就把飞机给开走了 想明白过来的黄祖勋 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黄祖勋知道自己要是这么一走的话 九拳兵败的责任 肯定就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为了不被蒋介石责罚 黄祖勋呢就在城内 大肆的造谣制造暴乱 并且在九拳城内点燃了大火 自己则趁乱逃了出来 临走之前 黄祖勋呢还在城内留下了 40名训练有素的女特务 为的就是之后有机会结识 我军将领打算从内部才破坏我军的团结 可惜啊 这一切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王震将军除了打仗式一把 情报工作也是非常的拿手 这40个女特务还没开始行动呢 就被王震给发现了 当天夜里37名女特务直接被抓了 剩下的三个人也在第二天中午之前被抓到了 黄祖勋安排的这出美人气就这样破灭了 王震将军容满一生 把毕生的精力就用在了祖国的建设上 建国之后呢 他担任新疆尊确的主要的领导工作 为边疆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一定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个关注 我是一帆 下期再见